昨日29号,观众期待已久的国境档,票房大段提前上演,对阵双方大鹏和李承都是娱乐圈的热点流量明星。 这次李承泛冰冰情侣档上阵,加上两亿的投资,按理对阵大鹏应该是不成问题的,不过票房却让人意外。 从电影院排片就可以看出,否认机乐队的排片是空天列的两倍,不过大鹏这次也没有大胜,上座绿书给了李承,空天列作为两亿投资的大片。 加上是中国第一部空战大片,受军迷的关注度很高,但是李承这次好像有点玩杂了,同日上映不仅票房低于大鹏,口碑更是崩盘。 现在观众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边倒,观众最不满意的问题,竟然是李承和范冰冰的情侣档。 作为一部空战大片,穷妖式的台词太出戏,以下台词让观众分分钟出戏,时光不老,我们不散。 搞事情啊,厉害了我的书,想追你真难啊,你这不也追上了吗?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城市,李承在向范冰冰求爱,难怪有观众评价,还是快回家结婚吧。